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真的不是这样踏的 我真的不想再这样撑下去了 Amanda 妈咪啊 你澳洲的旧同学寄了个包子过来给你啊 我明天拿过来给你好不好 不用了 晚点出来吃饭吧 应该不急的 那你什么时候有空过来跟我吃饭啊 几个月没见过你了 连卧士页都没过 我最近真的很忙啊 你什么时候不忙啊 下个月弟弟生日就见了 不如我煮点汤拿过来给你喝好不好 不用了 不用了 这么远水路你拿过来 我又没有空陪你 难道放下了汤就走吗 我没所谓的 我转一次车就过来的了 不用了 一会儿你血压高 在中途暈了那怎么办啊 我知道 你还是不想见我而已 见到面不是又是吵架 有什么好见啊 就行了 弟弟很快生日的了 好啦好啦 那你约了弟弟没有啊 好啦好啦 到时WhatsApp你啦 拜拜 真是救命啊 不知道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是怎样的呢 哼 我真是想象不到 我想 我应该永远都不会知道的了 喂 Amanda 原来你家附近有个祈祷会 Members大部分都是同校E科的毕业生 和他们的家人 所以大部分都是医生 他们明晚有个聚会 你能不能一起参加 蛤 呃 那你会陪我一起去的吧 当然啦 Of course 嗯 那好啦 反正明晚我也off 那我稍后发个地址给你啦 明晚见 好啦 OK thanks 明晚见啦 嗨 Amanda 阿乐 欢迎你们来我们的祈祷会 我叫做阿Luke 是大打杂 嗨阿Luke 嗨阿Luke 之后呢就一起读圣经 做圣言分享 神师会在分享当中有教导 最后就是彼此代讨的时间 每个人都会把自己祈祷的意向说出来 然后所有人就一起为他祈祷 哇 好丰富啊 我都没参加过这种祈祷会 啦啦啦 我记得你说你是圣母君 我们开会的形式有点不同 其实我也是BB来的 有机会去体验不同的团体 开一下眼界 其实都挺好的 不要紧 我们大家都是BB来的 其实大家都是一家人 对啦 这里有点饮品和茶点 不要客气 神父在那边 我介绍给你们认识 神父 这位是阿Luke 这位是Amanda 他们今天来参观的 感谢主 赞美主 到我到我 我有赞美报告 Wolf 没人敢跟你争 你先说吧 哇 我真的不说不行了 我刚刚自己一个人回流回来 没有亲人在身边 本来都真的有点点担心 但是天主就真的这么好 谁有纸巾 给他 给他 天主派了很多小天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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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身边 有身边的同事 和朋友 全部都对我很好 煲汤给我喝 不开心的时候又开解我 我感受到 我在他们的身上 感受到天主对我的关怀和爱 感谢主 赞美主 谢谢 Rulf 不单如此 你还有我们一群兄弟姐妹 我们会车轮送信息给你 以及找你吃饭的 问你怕了吗 大家千万不要多谢阿Luke 好了 到我了 轮到我了 我呢 很感恩 因为终于我有机会停下来 去做了一个八天的秘证 不单止身心灵都得到充分的休息 很难得的 就可以在宁静之中 做到一些比较有质素的祈祷 可以聆听天主的声音 平时每夜生活都这么匆匆忙忙的 时间表都是塞到密密麻麻 真是插针都插不进去 就算能够抽到一些时间出来 心也好像不够静 各位 神父曾经说过 聖John of the Cross有句名言 Silent is God's first language 静默是天主的第一语言 正如刚才Sarah所说 不是外在的环境有没有噪音的问题 这个脑子有时太多事情想了 心太多挂虑 我自己也试过在圣体面前跪足一小时 脑子还在狂想 根本没有把心思放在天主上 是啊 Luke 我们祈祷的时候 真的要放下所有牵挂 修炼心神 回去自己心灵的心心处 耶稣就在那里等着我们 和祂触失谈心 正如《马斗福音》第六章第六节 耶稣祝福门徒说 至于你 当你祈祷时 要进入你的内室 关上门 向你在暗中知父祈祷 你的父在暗中看见 必要报答你 祝祝下次见 谢谢 谢谢 拜拜 怎么样 觉得怎么样 都挺有趣 人们都很nice 我也是第一次去 我觉得他们的人 真是超级open 对着我们两个陌生人 都可以毫无顾忌地 分享一些很深的东西 哈 我觉得你也有他们那股锤 什么锤 嗯 你们肯定是来自 同一个星球的外星人 哈哈哈 ET Alien 嗯 你们那些说话用词 思想态度 都好像在同一间厂里出来 还会发出同一种光 同一种气场 喂 我跟你一样 都是第一次见他们 不过你们这种光 真是很吸引 我就在想 你们的secret 究竟是什么 有些什么是你们有 而我没有的呢 刚才我听着分享的时候 我发现你们是外星人 因为你们那对眼 和我的构造是不同的 你们看到的东西 和我看到的东西 是不一样的 哇 果然是大医生 你当然是内置X-ray 看得穿我对眼的构造 厉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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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Ruth分享她同事煲汤给她喝 以及在她不开心的时候 有人开解她 我突然想起 其实同样的事情 也发生过在我身上 但我不仅不会想到 是什么天主 派什么天使来我身边 我更加不像他们那样 因为感受到被爱而感动 我反而觉得那些人很烦 阻止了 又或者我觉得他们是理所当然的 我从来都没有看到这些就是爱 欢迎你申请移民来我们的星球 今日反思 你曾否试过感到孤单 遇到困难时 也总是自己一个人 咬紧牙关面对 真的没有人帮助你和你同行吗 你有否试过找耶稣来陪伴你呢 大胆地放开手 让耶稣来帮忙呢 你更多于默默 你会说 他人帮忙呢 我能帮忙呢 我能强调吧 你会说 我能帮忙你 哪里 你会说 你认为幸福是什么呢 那你幸福吗 你认为幸福是什么呢 你身边有天主派的天使 祝有你吗 他们是谁 怎样照顾帮助了你呢 我认为幸福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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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定期做必进的习惯吗 为什么呢 我认为幸福是什么呢 我认为幸福是什么呢 你有习惯在宁静中祈祷 那经验是什么呢 那经验是怎样的呢 你愿意的习惯在宁静中祈祷 我认为幸福是什么呢 我认为幸福是什么呢 我认为今世 我认为幸福是什么呢 我们假研 금 在我一生岁月里 幸福与慈爱长岁不离 我将住在上主的殿里 直到幽远的时日 曲子圣勇二十三章六节 每日祷告 慈爱的天父 感谢你让我明白到 你的爱是这样的无为不至 我伤心的时候 你派人来安慰我 我身体需要滋养的时候 你派人来照顾我 我原本就一无所缺 但因为我看不出你的心意 把你的爱都一一举住门外 使我的心里都干枯得要死 因为我只将目光 放在我得不到 我这失去的人 是 雾上 是执着 关闭了我的心门 怨分 遮盖了我的眼睛 求你派见圣神 来到我心中 开启我心灵的眼目 让我不但能看到 你在我生命中的足迹 在日常生活中 经验到你的灵赞 把你配降给我的爱 完完全全的接收到 求圣神 叫我如何祈祷 好让我在宁静中 与主 神交密谈 聆听 天主爱的话语 以上所求 是以你的圣字 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愿光荣归于父 集子集圣神 其出如何 今日亦然 直到永远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拥 대표